一个号称智商157的人 去年怎么会被国民党骗去签六点协议呢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 靠塞自家党主席 只见柯文哲连好将另一个人也不嘴软 柯文哲绝对是第三势力的代言词 但是我说的不是形容词 是真正用数字选票算出来的事实 民众党庆五周年活动环节 柯主席的心情看似五味杂成 三读通过的法案 可以借由宪法法庭来申请示宪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宪政示范 好火对准民进党不晓得是不是在回敬 绿营北市议员猛攻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期间 清签金华城容积奖励案 根本就是土利厂商 这已经简七段没有信用了 不用理你啊 两人针锋相对 谁都不肯让 民进党议员会这么说 都是因为消息来源 来自过去跟柯文哲共事的 台北市前副市长彭震生透露的 他说因为这里面有新创容积 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要有最高行政首长的行政材量 但这个爆料可是让彭震生赶紧清上火线回应 自己是被加油添醋 没有提过柯文哲签 金华城案 谁的说法一席间转弯 恐怕外人难得知 但绿营从高宏安后持续紧咬 柯皮任内案子 不容让白银有意思意思喘气空间 东升旋女士齐例如综合报道